這個是JLAB至今為止推出最好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它就是JLAB EPYC LAB EDITION 有點難念不過我都叫它JLAB EPYC 它有主動式降噪 有通透模式 有動圈動鐵的雙單體 它的耳機盒內還有附上一個USB-C的發射器 它的售價是5980元台幣 我今天會在6000元這個集區中 簡單比較一下Sony的XM4 跟Apple的AirPods Pro第一代 為什麼這兩個都是上一代呢 因為我耳機其實不會一年更新一次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耳機的亮點規格 這個JLAB EPYC LAB EDITION 它的動圈動鐵的動鐵 是使用Nolix的平衡電速動鐵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Nolix是一間做高品質升學元件的一間公司 它在升學市場上有著領導地位 那也因為Nolix的助聽器很知名 所以他們家的動鐵元件 它有著更加細膩更加強大的高頻表現 所以這款耳機的動鐵 它搭載一個非常高階的零組件 另外這款耳機它的藍牙支援Ldeck編碼 也支援LC3的編碼 這個JLAB的耳機盒很罕見的使用金屬材質 它的外表是霧面摩擦的質感 它的耳機盒本身有著75克的重量 那AirPods Pro跟Sony的XM4 他們的耳機盒都是50克左右的重量 所以這個JLAB的耳機盒是有點重的 那這個金屬外殼的好處就是它不怕刮傷 像這種AirPods Pro的這種白色塑料的外殼 經過長時間的使用都會有很多的刮痕 那像XM4這種外殼也是一樣 那這個JLAB的耳機盒 它底部也有做橡膠材質做防滑 所以你放在桌上的時候 它不容易被移動 所以它是有一個阻力在的 那這個耳機盒它支援無線充電 那我有量過它單顆耳機的重量是5.5克 跟AirPods Pro是一樣的 是一個戴上去不會有下垂感的一個耳機 那我自己戴上去之後呢 對我來說非常服貼 因為它的人體工學是設計圓弧形的 那這種圓弧形是符合一般大眾的耳型 那我自己塞緊之後呢 我有感受到它的一般的被動降噪就非常強了 那我有發現它耳塞後面的這個部分 它有做這種科技感很強的透明設計 它可以看到內部的零組件 我覺得還蠻有設計感的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款耳機的降噪感受怎麼樣 那我跟XM4跟AirPods Pro第一代比起來呢 如果XM4的降噪是9分 那這個JLab的耳機是8分 AirPods Pro是7分 它們之間的差距基本上都在高頻的部分 這個JLab的耳機它在降噪全開的狀態下 是可以聽到部分高頻的 那AirPods Pro在降噪模式下 跟它們兩個相比 反而會聽到更多的中高頻 那降噪最強的就是這個Sony的XM4 它是連中高頻都可以消除掉 是一個非常安靜的狀態 那通透模式的話 AirPods Pro的分數可以來到9分 它的聲音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那JLab的耳機就是8分 XM4的話是7分 它們差距的話是在這個中頻的部分 那JLab收進來的聲音也非常的自然 但是它的中頻會有一種壓縮感 那最後就是XM4在通透模式之下 它收進來的聲音在中頻 會有一個蠻重的壓縮感 所以在三款相較下來 這個JLab剛好在兩者之間 它的降噪模式上看XM4 通透模式也很接近AirPods Pro 所以是一個很平衡的選擇 那其中呢 特別要講一下XM4的降噪 它的壓力感就是耳壓是最重的 那相比下來JLab它的壓力就沒有那麼重 它的耳壓感是還OK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聽音質 那我手機使用的是iPhone 15 Pro 那它的編碼就是AAC JLab這款耳機的音質我覺得它非常的優秀 那我感受到最大的特色就是解析力很強 在中高音的細節非常的多 在音樂裡面它們的分離度很高 而且它的低音非常的有質感 那在這個JLab的APP裡面有幾種EQ可以做調整 那我自己個人最推薦使用它們的JLab Sineature 這個EQ就有很好的表現了 那如果跟XM4對比音質的話呢 我覺得這兩款音質的調性真的很像 都是屬於那種有高級感的音質 那在這兩款音質的表現之下呢 AirPods Pro就遜色非常非常多 就是你聽過這兩個 你再去聽AirPods Pro就會覺得非常的乾非常的平 那在連線體驗的部分呢 XM4預設帶上去你還會再聽一段 這個音量提示音跟連線提示音 雖然這可以進APP去關閉啦 但是關閉之後呢 你還是要聽一段藍牙連線的提示音 所以從耳機盒拿出來帶上耳朵到聽到音樂 你需要等6秒 就是我覺得還蠻長的一個延遲感 那JLab這款耳機呢 打開耳機帶上耳朵 你也是要聽一段藍牙連線跟電量的提示音 那比較可惜的地方 這款耳機在APP裡面就沒有選項可以關掉這個提示音 但是我有算過 從耳機盒拿出來帶上耳朵到聽到音樂只需要4秒 比XM4稍微再快一點點 那AirPods Pro就更不用說啦 它是自家系統嘛 我使用的也是iPhone 打開耳機盒帶上耳朵聽到音樂只需要2秒 JLab的連線體驗也不會有那種通膩帶水的感覺 所以日常拿起耳機聽音樂 其實也不太需要忍受提示音過久的那種問題 好我們來講一下操作的部分 這個JLab的Epic Edition 它是使用觸控的方式操作 那切換降噪跟通透的方式呢 是按住左邊耳機來做切換 那其他操作方式呢 就跟主流耳機一樣 是使用雙擊或是單擊來做播放 暫停或是來做下一首這樣子 那這裡要特別提一下 JLab的Epic Edition 它有附上一個USB-C的接收器 它可以做到延遲更低的聲音表現 所以拿來放在Switch上面 或是手機上面都能夠使用更低延遲的表現 來玩競技遊戲或是音樂遊戲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有接上這個USB-C的接收器 它的耳機就會強制的連上這個接收器 藍牙就會失效 那最後來講一下JLab Epic Edition用下來的心得 那我用了幾週之後呢 第一我覺得它的連線穩定度很值得信任 我在這使用的過程之中呢 沒有遇到任何斷線或是BOING的問題 那第二就是音質的表現我覺得非常優秀 而且我覺得它跟XM4是達的有來有回 中高音的解析力非常非常的強 這個中高音解析力強的表現呢 讓我覺得這款耳機非常的值得 而且它有支援LDEC 所以如果你是用安卓手機的話 它的聲音會提高一個層次 所以這款耳機的聲音在我這幾週使用下來 我覺得還蠻享受的 那第三點就是這款耳機的主動式降噪的 耳壓感不會很重 雖然你聽得到一點點高頻聲 不過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它的降噪還是在第一梯隊 是非常非常強的 那來講一下這款耳機可以改進的部分 那我比較希望JLab可以在APP裡面 加入這個關閉提示音的選項 因為放到耳朵上面延遲個兩三秒的這種體驗 還是會受到一點點影響的 尤其是跟一些主流旗艦的耳機比起來的話 會感受到一點點差距 那另外呢就是現在主流的降噪耳機 其實都有自適應降噪這個功能 那JLab這款耳機就沒有支援自適應降噪 比較可惜 可是這個功能其實很主觀啦 我自己就不太習慣自適應降噪這個功能 我比較喜歡自己控制開跟關這樣子 但還是希望未來能夠加入這個功能 讓需要的人使用 那其他部分我認為沒有太大的缺陷 這個聲音很有高級感 在6000元這個價位來說 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TikTok還有IG 我是一封Chris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